哈喽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回到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咱们阿尼亚基约 新全顺中轴中紧的底盘打造银行房车 它的成功尺寸分别是5341 2032 2375 高度方面还是比较适合的 通过进口操控性强 然后车身颜色除了现有的白色 也有银色以及灰色可以供大家选择 可以看到车身右色的话 从上至下分别安装有这样红外灯 然后原车的玻璃也是更换成的拼搭窗 相应的外部加装到防空航道的金刚刹网 在中门和后架的下方 安装到同样有同款的脚踏 然后后部还有一个坏的洗手龙头 再往上部看过来的话 这是一个100升清水箱的中级驾水口 原车的4个能果都换成的鱼和鲸的这种能果 车尾是一个最开门的设计 大家看到车身左侧的话改变不大 在左后面的斜前方是一个试电接口 这车车改装完成之后 它的整备质量是2780千克 最大总数量可以达到3500千克 咱们再进入到车内 咱们首先看到驾驶室 基本上也用在远车内饰 然后这辆车搭载的是一个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五色的手动变色上 原色的收音机 也是换成了导航 然后主副驾是两个单座 在主副驾中间的话 是安装有一个护手冰箱 然后座椅本身的话 也是进行了这个超新皮的包式 有一个拼色的处理 在中门对面 是咱们卫生间的区域 然后这个侧板的话 也是有灯光 还有一个桃木的处理 打开卫生间门 咱们可以看到卫生间内部 整个都做了防水的处理 然后在对面的这个侧面上方 有一个小的储物格 然后下方的话 外部配备的是一个推纳窗 内部有一个带防纹和隐私的内窗 然后在这个角落的话 是咱们洗手盆的一个位置 配备的是一个伸缩式的洗手龙头 下方的话还有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然后整个内部的背脱 这个便携式马桶 然后毛巾架 镜子也都应取权 在这个镜子的这个后面 这里的话是有一个门板 这是直接通向的 前面的驾驶室的顶部 是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怎么放置一些被褥被栽也基本够用 这个整个卫生间尺寸还是非常大的 长度是90公分 宽度90公分 高度是1米72 在卫生间后部 就是咱们客户区域呢 这个客户区域的下方 是做了一个台阶的处理 这个内部是咱们建路系统的一个安装位置 而且咱们正辆车安装的是一个家用便秘空桥 它的外极的话也是安装的这个台阶内部 内部还配有480的千层交底电池 以及3000瓦的充逆变移体积 然后这个侧边的话 是一个暖风的出风口 然后这个液晶显示面板的话 是库能界能够实时显示 他们的适应电量和现在的一个负载的工具大小 晚上看的话 是一个L型沙发可便床 这个沙发结合侧面的这个小的橱柜 上面有携手盆 电查具 然后还有杯托 一个储物盒 咱们打开侧面的这个小桌板 在这个区域吃饭和他聊天 或者是签单 或者是商务洽谈 都是比较适合的 然后在这个后部的侧面 是咱们整着中控的一个区域 咱们的灯光 电器 还有水箱水位的显示 都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L型沙发 不仅可以用作会客 它实际上是客户两用 也是咱们的卧室 咱们只需要轻轻按动 这个侧面的按键 就可以看到下部的这个床板 就伸展出来了 再放上床垫 咱们后面就变成了一张长度1米85 宽度1米3的一个双人大床了 咱们两个成年人在这个区域睡眠的话 都非常的舒适 在客户区域的侧面 呃 配备了一对推纳窗 内部同样有这个隐私链 然后在右侧的话 还有月斗灯 颈部的话 只有主部吊柜 然后在他对面 也是一长排的主部吊柜 在车尾颈部的话 是咱们家用便秉空调 内积的安装位置 家用便秉空调 相对来说 它的制冷效果好 能效比高 能耗机 而且非常的轻盈 打开尾门 可以看到尾门内部 也是做了一个储入空间的利用 然后在下方床的下方 有比较大的储入空间 咱们放着一些 后来餐桌椅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李箱 基本都够用 然后这个侧面的话 打开内部 可以看到 是一个外置的领域器 那么小黄今天 对于咱们这辆新全顺的一个房车 花船的五座 以及一个大床的一个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们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心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